大家好 有点感冒 所以今天视频做短点 长话短说 刚才有人留言 说竹老板这个频道可能也被封了 是不是 被人举报 我不知道真假 如果是他频道也被封了 那我就不意外了 因为我大概四天以前 我这个其他视频可能说过 我频道被封以后 我第二个频道出来以后 我就提醒过 我说过 郑国诚还有其他爱国媒体 你们要注意了 第一不要谈香港问题 第二这次事也不光针对我 你们要加小心了 我提醒过他们 四天以前就说过 但是这个竹老板 智商不高 这种人就是那种 小资产阶级的 叫小人得势 看边一遭灾 他马上跳起来 结果他自己 也被封了 但是竹老板可能怀恨在心 认为是我举报他的 主要把你听我给你分析 这里边情况 你想错了 这个 这个莱安纳德也好 英帝也好 老黑也好 他们的视频里边用你的话 攻击我的话 然后做论据来攻击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明白了 这叫什么借刀杀人 然后呢 私底下暗度陈仓 用你的话先除掉我 然后他们在你的评论 在你的视频底下 偷偷举报 这个事啊 其实当时他那视频啊 竹老板那个批评我 纳粹黄鹅呀 那个视频呢 在那个莱安纳德放出来的时候啊 这我已经想透了 这个莱安纳德撅屁股 是吧 我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这种这种小人 其实他也没什么太大的智商 所以啊 这个在我的预料之中 所以我马上我做视频 就提醒啊 郑国诚啊 提醒爱国媒体了 但是这个竹老板呢 不聪明在哪呢 他不但呢 是不是 没有注意起来 另外呢 变本加厉攻击我 又做了一批视频 后来我视频也说到吧 傻逼吗 我说这人太傻逼了 就是说 我都已经提醒你们了 你们还在这继续上他那个套 所以不出我所料啊 这个 这些海外媒体啊 不光针对我一个人 这个事啊 很多人都躲开了啊 是不敢提 也不敢评论 是不是 但是也有替我发声的 说两句话的 但是也 也就点到为止 不敢跟他们正面刚 但是我这人胆道啊 我这人敢跟他们刚啊 但是他们拿我 其实也没办法啊 他们这次啊 不光是想把我一个人弄掉啊 他们底下那帮什么 那帮柜子手 那帮小小那什么 啊 你说什么那帮啊 叫美分吧 也好啊 还有那帮轮子啊 是不是 他们私底下 会点你们 去你们的视频下边 点点什么 举报 你听明白没有 朱老板 你听明白没有 这里边 忌忠忌啊 这是 借刀杀人 然后底下 给你们点什么 举报 让你以为 是我给你举报了 你听明白没有 这里边的道理 这帮人很坏啊 这帮人啊 表面上好像冲我来的啊 但私底下 做了很多 我告诉你 包括啊 什么长脸呢 包括啊 郑国城很多视频呢 他们都举报了 你放心 只是啊 可能这两位 还有这个谁 在视频呢 人家是不是 做的没啥问题 也没侵权 也没有什么 其他问题 所以啊 举报不成功 只是这个没成功 但是朱老板呢 你这个视频 我当然提醒你 你不删哪 有些 所以那就没办法 你这视频 如果被关了 是不是 被暂停了 那也是啊 在我预料之中的 大家可以知道啊 这个 这次啊 因为我这个事 是不是 好像表面是冲我来的 但是你们啊 这些爱国媒体啊 也要注意起来 是不是 我再次提醒你们啊 这个事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想什么呢 他想把这个整个扩散开 把这些媒体都一窝端 但是这个事里边 有看明白的 替我发声的 是不是 有几个是吧 频道主也替我发声了 是不是 我现在在这也挺感谢的 他们是聪明人的 他们是真聪明 看清楚里边的 唇王齿寒的 这个东西 互联网上能把这个阴地 咔嚓一刀干掉一滴血的 现在他就剩一滴血了 谁能干掉他呀 你看到现在谁把他干掉了 我呀 你们天天怼阴地 怼来怼去拿嘴怼 我直接一刀下去了 我这次啊 把他三个问题 激怒他 恩帝 恩帝 以后啊 你们对付恩帝啊 把我那三个问题 反复用 你记住 恩帝啊 他就容易激动 或者换一个话题 激怒他 只要一激怒他 失去理智 他很有可能啊 再出问题 因为这种人呢 是不是 我不能说小脑发达吧 大脑也发达 大脑也发达 可发达了 四肢也发达 天天健身 所以啊 人家可发达了 是不是 那咱们呢 就发达发达呗 是不是 发动发动 像这种人呢 很好对付他 其实我这一刀下去 是不是 说点脏话 就把他解决了 所以啊 你们以后对付像这种啊 是不是 直接上 直接上 我觉得互联网 能把印第 咔嚓 他这十万家大为咔嚓一刀 能给他砍掉一 砍掉一滴血 我说 那等于是我啥了 我这头一份吧 我这头一份吧 其他up主是不是 就跟他怼来怼去 其实也不能把人咋地嘛 是不是 我希望其他主啊 是不是 行动起来啊 激怒他激怒他啊 然后挑他毛病 尽量把那是 把他那个网站直接咔嚓 结束掉 嗯 这个 先对付这个共同敌人吗 是不是 这个竹老板呢 非常不聪明啊 然后呢 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他这个人啊 还有我的底层逻辑 你看那些视频里边 最近还老提我的底层逻辑啊 是不是崇拜我呀 偷看我节目啊 不是不关注我了吗 啊 偷看我节目 是不是 跟媳妇做爱的时候也千万别想我啊 万一叫错名呢 这我尴尬了啊 哎呀 跟媳妇做爱呢 叫第一层逻辑 多有意思啊 哎呀 他的这个人呢 这个思想啊 我之前就看透了啊 联邦 邦联 然后呢 嗯 左右摇摆啊 这个人有点像当年的汪精卫那种的啊 口口声声说为中国好 是不是 结果当了汉奸 汉奸也有借口嘛 为中国好嘛 是不是 底层逻辑啊 他为什么 是不是 左右摇摆 你看他那个 他那个频道里边介绍他自己 三个括号 三个括号呢 我就不细说了 今天时间有限啊 你看一个括号里啊 我不支持武统 括号 如果除什么 除台湾要独立以外 台湾要独立了 他就支持武统了 自相矛盾的话 括号里边都是自相矛盾的话 左右逻辑 左右逻辑 两边都让他话都让他说了 这种人呢 你看他那里有三个括号啊 像这种人啊 说我不支持武统 括号 如果台湾独立了 我就支持武统了 你听明白没有 这种人就是汪精卫那种人 明白吧 一直不坚定 他这个理论呢 两边都可有可无的 最后很有可能啊 变成骑墙派 骑墙派最后啊 就是投降派 他没有坚定的意志 我跟你说白了 他的思维啊 没有一个 一直以后的纲领 就是思维啊 他的那个理念里边 没有个纲领 就可这样 可那样 像这种人 你看到他那个括号里边 那个啊 我又支持这个 但是啊 又来一个但是 又来个解释 像这种啊 只要你看到这种 你就可以把它归类成什么 像汪精卫这种投降派 骑墙派一种啊 这种人是中国啊 如果他以后在中国得势了啊 特别是如果啊 像这种人中国多了 非常危险呢 外部一旦有压力 这种人头脑会什么 会非常热啊 非常热 而且非常愚蠢 这件事情上 他就非常愚蠢了 他不知道唇亡齿寒 他们把我打掉以后 下一个就是他们 还自己在这高兴呢 他以为自己啊 我客观啊 我中立啊 就没人来打我了 那可能吗 那你的视频谁给你 谁给你 谁给你举报的啊 是不是主老板 你自己想想 那郑国成视频也让人举报呢 一直在举报 我告诉你吧 长脸的视频也被举报呢 所有的啊 爱国的视频都被举报着呢 都小心点 该删的删啊 你以为针对我一个人呢 你们啊 都是人家目标啊 只是人家想借刀杀个人啊 我不上当 我不上当 我顶多就骂你个傻逼 因为我看清了 你确实是傻逼啊 你知道你这事办的 唇王齿寒的道理都没有 第一个跳出来就攻击我 不治啊 只能说不治啊 你自己好好回想回想你 你最近这几天干的一些愚蠢的事啊 小事啊 在我看来啊 他这个事小事啊 因为他这个 我第一眼看呢 我就说了 支持啊 什么联邦啊 帮联呢 是不是 他那个里边括号里不有吗 啊仅限于在国外帮联帮帮联啊 大东亚是不是 跟那个东亚地区联帮帮联 不限于在国内 你看看 很有意思啊 这个人想法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 你自己看的这个简介啊 所以这人啊 没有自己系统性的理论 也没有自己系统性的 说白了 没有世界观啊 也不治啊 也不治 他甚至不知道啊 怎么说呢 这个世界很邪恶的啊 怎么邪恶呀 是不是 他被人举报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是不是 还给人家鼓掌呢 那这人多愚蠢啊 我今天就说 大概就说这么一个事啊 四天以前我就想到了啊 这种事就是借刀杀人嘛 这在三国里边 这是经常用的 各个谋事 是最基本的 那 三十九季里边也有啊 但是这个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就 哎呀 总觉得自己占理 是不是 我客观啊 公正啊 就没人来攻击我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这个世界这么邪恶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他们啊 是想把所有的 替中国说点话的 全部消灭掉 就算你客观公正啊 你在人眼里也是盯的 也是抢人家流量了 听懂没有 唇王齿寒 啊